哇 一棵圣诞树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网友们好 亲人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这个陪老婆尝美食 今天小松来到一个特色餐厅 印尼的特色餐厅 叫马干曼拿豆 过来尝一尝 陪老婆尝美食 你看今天人还挺多的 老婆现在点菜了 这个哪个是老婆 这个是老婆 这个是老婆的朋友 点什么菜 今天是陪老婆掌美食 等一下小松请客 小松请客 点吧 点吧 现在这个印尼的那个饭店啊 好的饭店也是都是这样点菜啊 你看他这边所有的菜单的照片啊 都在这里 价钱 都没有这个 普通的菜单啊 都是用这个 手机电脑 在这边点啊 你看他还挺全的 有海鲜类的 啊 这是海鲜 有烤鱼 你看 这都能放大啊 烤鱼 印尼的烤鱼啊 都是用辣椒酱 就这种辣椒酱 你看 很方便的啊 喝的饮料 你看 喝的饮料 这边都有 或者现在也是在网上点啊 喝的 君 咖啡 这边都有 价钱 喝的 牛油果果汁 有这种 甜品啊 很方便啊 很方便啊 刚才太太已经点完了啊 等下看什么菜啊 哇 来了 哇 你看 印尼的油炸的比较多啊 油炸的比较多 说特样 啊 说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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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玉米饼炸的啊 脆脆的 还行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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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尝尝尝尝尝 喝吧 哇 这个是茄子啊 茄子跟一概呢 鸡蛋跟茄果 这个挺有特色的 这个是 木瓜的 木瓜瓜和公斤菜 这种特色 小松已经吃完饭了啊 就是让他们吃吧啊 等一下小松尝一尝这个 稍微尝一尝这个 味道 还有一条鱼啊 一条鱼啊 哇 服务员拿来这个鱼了 烤鱼啊 烤鱼呢 有两种啊 一种是辣椒酱烤的 这个石斑鱼啊 另外一种是刷鱼酱 酱烤鱼 尝尝 还有两种辣椒酱 尝尝尝尝尝尝 这两种辣椒酱 哪有套 多饭 请稍微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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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鲫鱼子跟鸡蛋 鲫鱼要来点柠檬 茄子没有什么味道 它怎么就煎过 煎过以后上面换一层鸡蛋 鸡蛋有味道 这个也是挺有特色的 这个是木瓜花 木瓜花和空心菜 有这个香料的味道 很香 哇这个辣椒酱 你吃什么都有辣椒酱 看一张里十斑 十斑是烤的 有点辣椒酱 蘸一点辣椒酱 提这味 嗯 鱼很新鲜 没有什么味道 加上辣椒酱的味道就很好 很棒 嗯 嗯 还行 还有辣椒酱味道挺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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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么 你看 他们这边都是用辣椒酱 喜欢在这吃啊 嗯 还不错 嗯 我给大家看来啊 用手吧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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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印尼的 色色菜啊 嗯 嗯 嗯 有点像西餐啊 西餐啊 西餐 这个在印尼的菜啊 他这个一份啊 量特别小啊 不是很大 嗯 这要在咱们国内 这一小盘 还不够塞牙瓣呢 是吧 好鱼倒是还可以啊 好鱼 嗯 这个鱼大概也得有 有小 一斤半吧 差不多一斤半左右 嗯 嗯 所以他在这边点啊 如果 光是 说吃饱啊 什么的 可能还得多点一点啊 嗯 今天这个小松老伯 呃 呃 带到这个饭店呢 是正巧 离小松以前拍视频的那个 香蕉叶蒸鸡的那个地方 特别近啊 就在旁边 所以以后可能小松也可以在那儿了 去那边尝尝 带老婆 好了那今天就是小松陪老婆尝美食啊 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啊 记得关注 小松陪老婆 十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